由南投县政府建设处主办 南投和南钢地区都市计划同盘检讨案 几日起真实展开 为了让民众详细了解并获得各方意见 日前特别在南投市公所举办座谈会 多位里长及市民一起参与 了解这次检讨案的目的 盼市民提供宝贵意见 作为日后计划案的调整参考依据 先议员林如阳林一如 简先祥宋怀林也请自到场关心 目前中心交流到房两侧 目前正在做一个新闢的都市计划 那其实很多的民众现在在网路上面 有流传非常多仲介流出的 这个相关的图示这些讯息 要先跟大家报告 目前我们只有 目前南投县政府还在 一个收集资料举办公厅会的一个程序 目前都还没有确切的规划 所以目前网路上面流传的资料 很多都是并非南投县政府所流出 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些资料的真伪性 而依照都市计划法等相关规定 每三至五年必须检讨一次 配合时空环境的不同 与都市发展的现况等 调整并精进南投都市计划 对此 县远林如阳也表示 希望大家共同关心 都市计划对于南投市来说 有非常大的影响 不论各项公共设施 包括公园 道路 停车空间等 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希望相关单位能够以民众的心声 来做出最完善的规划 那也希望说我们所有的民众 大家花更多的心思 我们来了解这个都市计划 这对我们的未来南投市的发展 有非常大的影响 未来的二三十年 我们可能都会受到都市计划的影响 所以我们对于未来 我们所居住的地方 不论是对于公有设施 还是说道路也好 公园也好 停车空间也好 我们有任何的想法 都可以在这时候来积极的提出 那我们也会监督南投县政府 做我们民众 以我们民众的心声 来做更适当的规划 希望未来我们南投的发展 都能够更好 会中也有不少民众 针对自己的居住环境 以及都市发展提出建议 更凸显这次检讨案的重要性 南投市市长张家泽也表示 这项检讨案 攸关南投市未来的城市发展 需要所有市民共同参与 共同关心 民众如果有任何建议或意见 都欢迎提出来 让县府广纳所有的声音 才能让都市计划案更加完善 记得我们去南投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上